同学们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 提问时同学们必须起立 尊敬的索达集刊部大师 请问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 我们应该怎么样抉择我们的人生 谢谢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原来写过一首歌 这个歌词里面这么说的 我说我们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面是光明 一面是黑暗 那选择哪一个是靠自己 也就是说我现在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如果有自己智慧 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选择 如果我自己实在是比较盲目 就找不到方向 密实方向 在那个时候呢 我一定要问人生当中过来的人 我的老师 我的父母 我的帐篇 我应该要今后做什么样的人 因为他们都过来人 我刚才跟这里的有些老师 虽然交流的时间很短 但实际上他们经过了战乱 他们经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堪堪可可 他们知道你要走什么样的路 哪怕是一句话 也会可能指点你的蜜蜜 所以说我们特别希望 人生四字路口的时候 最好是温张北 还有一种方法呢 你要看有价值的一些枯树 生鲜树 在生鲜树当中 给我们带的知名的路是很好的 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生 整天都是看电视啊 看一些社区脑 暴力啊 还有一些漫画动画 你们最喜欢看的这些东西 它不会给你们 指点一个人生的最好的路 当你到路70岁的时候呢 你一看到这些电视电影 害了你的并不一定是 对你人生是有理的 所以你们最喜欢看的 不一定是很好的 你们不喜欢的呢 也许是更好的 因为你们现在 学习知识 对你们来讲很难的 很痛苦的事 但是这个是 对你们来讲很好的 然后你信仰佛教呢 你现在来讲 好像是心心生不起来 但实际上 知识对你来讲是很好的 所以有些路的路口呢 看来是下载的 但实际上是 你只要是度过这个冠 就是通往逛民的 有些人跟你 打开了这个大门 但是你进去之后呢 不一定很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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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